本是出身名门的富二代,可儿子竟被饿死,杜甫的命运有多凄惨!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,乃北方的大士族,其原祖为汉武帝有名的库立杜舟,祖父杜沈颜。 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及小李杜的杜牧同为近代大学者,名将杜玉之后,不过两支派甚远。 杜甫出自杜玉次子杜丹,而杜牧出自杜玉少子杜颖。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,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。 他自小好学,七岁能作诗,七零四极壮,开口永凤凰,有志于至君尧顺上。 在史丰俗纯,他少年时也很顽皮,一年十五新上海,渐如黄独走赴来,亭前八月里早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。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后,历经图治,一扫之前几十年的政坛动荡,让唐朝的政治环境变得稳定下来。 杜甫出生的这个时代,恰好是唐朝最强大。 同时也是最安稳的一段时间。 几年之后,杜甫回家参加科举考试,结果杜甫通过了相试,但是在接下来的会试当中,却遗憾落榜了。 考试失败之后,杜甫前往衍州,去投奔当时正担任衍州司马的父亲。 到了衍州之后,杜甫有感而发,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登衍州城楼》。 像所有受宠的孩子一样,在父亲身边的杜甫无拘无束,和朋友玩得不亦乐乎,春天访古,登邯郸从台,秋天穷秋立日观,脚手望八荒,在泰山日观风上渐日出。 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,放言会当灵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 试想,出生这样的官宦之家,杜甫小时候怎么可能穷呢? 他当时不仅不穷,反而还可以啃老,拿着家里的钱,顶着观音带身份在外游山玩水,生活好不惬意。 之后杜甫也没心思入室。 开始了寻游天下,写出了很多经典的诗篇,恰巧他在洛阳时,与比自己大11岁的李白相识。 从此两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便结下了身后的友谊,李白比杜甫大11岁。 而且相比杜甫当时的岌岌无名,李白当时已经是享誉整个大唐的顶级大诗人。 就在不久之前,李白刚刚被唐玄宗赵进宫去写诗,并且由此留下了贵妃炎魔,高丽氏脱削的传说。 不久,二人又认识了另一位大诗人高氏,他们三人性情相投,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,在中国诗词界留下佳话。 高氏的《宋忠十首》之三也写道,梁院白日暮,梁山秋草时,君王不可见,修竹令人悲,杜甫的,浅怀。 继续他们登上梁园的吹台远跳,一语高礼背,论娇人久如,两宫状枣思。 给我色赋云,气酣灯吹台,怀古是平无,盲荡云一去,厌悟空相忽。 当年的梁园集会,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典故,尤为唐代诗人追怀新线。 至今开封羽王台公园内,有古吹台的遗迹可平调,还有纪念李白,杜甫,高氏登台吟诗而建的三贤词。 公元741年,杜甫的父亲杜贤去世,老爸死了,无法再啃老了。 当时29岁的杜甫也就只能自力更生了,天保六载,玄宗赵天下通一一辙到长安英市,杜甫也参加了考试。 为此,他跑到长安常住,参加科举,试图效仿父祖那样,谋个一官半职,踏入试图,以杜甫的才华。 当时混个小官应该没问题,然而这一年的科举考试,却在宰相李林甫的操控之下。 成了一出闹剧,李林甫是唐朝有名的奸相,当时正身居高位,但由于宰相李林甫极闲度能,担心自己被新人后浪拍死在沙滩上。 非说也无一闲,意思就是,祝贺皇帝圣明,已经把有才能的人全部发掘到朝廷里了,民间再也没有遗落的人才了,所以考试结果才那么差,竟让参加考试的世子全部落选。 结果满怀希望的杜甫就这么悲催的落榜了,这一年,杜甫已经三十六岁了,早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,依然没能当上个一官半职。 杜甫受到这样的打击后非常伤心,一蹶不振,他在长安住了十年,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。 虽然说杜甫被现代人称为师盛,但当时杜甫的师并没有打动任何一位权贵,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一般官职,所以杜甫在京城居住的这几年里,过得相当困窘,为了维持生活,不能不低声下气,冲坐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,陪他们师酒宴游,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。 有时杜甫穷困潦倒,饥寒交迫,只好像平民一样依靠领取政府的救济粮来维持生活,这样也使杜甫接触了很多底层人民,看到了人间疾苦,同时也看到了权贵们的娇奢淫义,磨砺了他的文笔,写下了猪门酒肉臭,陆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名句。 天宝十四载 杜甫收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录取通知,可通知书上赫然写着的河西县位几个大字,却让他高兴不起来。 要知道,七百四十九年,好友高氏就是通过了有道科的特别考试,被任命为封丘县位的,却也嫌弃该职拜营官长新玉岁,鞭达黎树令人悲,在任上三年弃职而去。 按理说,县位是个肥差,负责脸税等事务,这对于已经入不敷出的杜甫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,可此时的杜甫在长安近十年的生活,饱尝人间冷门,他的目光在光阴间已经从庙堂投向了民间。 从权贵投向了百姓,他接受不了这个职位,朝廷就将之改任又为率府兵曹参军。 至此,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的杜甫才获得一个小小的职位,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杜甫的师封转向现实主义,将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。 同年,杜甫往凤仙省家,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,原来小儿子饿死了,科举不忠,官场失忆,生活困窘,这一切像是一座又一座大山,压在杜甫的头上,将这个原本志向远大的男人彻底压弯了腰。 由于儿子的死,让杜甫悲痛欲绝。 心态彻底转变了,他变得不再浪漫,开始真切认识到了社会阶级差距和百姓生活的艰辛,这为他后来的尸史地位奠定了生活基础。 天保十四年十一月,正当杜甫还在为幼子的离世而悲痛欲绝时,安禄山起兵造反,安史之乱爆发。 安史之乱爆发后,杜甫先是把家搬到灵州去避难,几个月之后,同关被迫。 安禄山叛军一路打进了长安,唐玄宗仓皇逃亡属地,太子李亨则前往陵武整顿兵马,全权负责平叛,后来在陵武继位。 杜甫觉得自己既然是朝廷的命官。 当国难临头的时候,就因为国分忧,追随新的皇帝参加平息这场战乱的复国大业。 于是,他告别家人,离开了羌村,赶去陵武。 杜甫一路风餐露宿,经甘泉,延安等地,奔赴西北的陵武,行走至延安七里铺。 无处投诉,只好在石牙下合一而眠,后人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杜公祠,至今犹存。 去陵武要北上延州,刚出卢子关,杜甫就遇上叛军,被抓到长安。 由于官太小,他得以待在长安,可以自由活动,官阶大一些的被送往洛阳,比如王维。 杜甫在长安目睹战乱带来的破坏。 挨王孙,挨江头,如是记录战争给长安带来的伤害。 至得二年五月,杜甫历尽艰辛终于抵达凤翔,找到了唐宿宗。 对于杜甫等前朝旧臣的到来,宿宗很高兴,因为来的人越多,就越能巩固宿宗的皇位,所以没过多久。 杜甫就被授予左施翼一职,属于非常轻贵的官,就好比现在的领导秘书。 结果不久之后,杜甫又在提意见的时候,惹怒了李亨,被李亨一目之下,贬到外地去做一个小官。 几年之后,杜甫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实在是太差,贪污腐败的情况比比皆是。 所以主动辞官不做了。 后来杜甫带J7R去到四川,定居在了成都。 在成都期间,杜甫的朋友阎武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,也正是因为阎武的推荐,杜甫才又再次出事为官,担任剪教公布员外郎,做了阎武的参谋。 杜甫在城西七里花西畔找到一块荒地,先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,在一棵相传二百年的高大阁树下建筑起一座并不十分坚固的茅屋,从此制作朴素简陋的茅屋。 杜甫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。 人们提到杜甫时,尽可以忽略了诗人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。 草堂建好后,阎武和高氏也时常接济杜甫,杜甫过上难得的安稳宁静的生活。 唐代宗永泰元年Jean Jao,高氏在长安去世,高氏之死,让杜甫伤悲。 四月,阎武去世,杜甫的靠山没了,他不得不在五月率领家人离开草堂,成州东下。 七百六十五年九月,杜甫一家抵达云安,因病不能前进。 大历五年冬天,杜甫并是在长沙与岳阳之间相将上的舟船中,终年五十八岁。 明中前,他的绝笔长诗,封集周中符枕舒淮,仍以国家为念。